K.K. 老师,这次您能来支持我们的VIP项目,非常地感谢。 好的,余总。 我们这次的VIP项目呢,是专门针对我们的高级客户和顾客, 给他们做私人的造型设计。 余总,您这想法很棒,我挺支持的。 谢谢,以后还要多多靠您了。 K.K. 老师,东西已经放好了。 这位是…… 这位是我的助理。 这位是我们的老熟人。 行了,我现在和余总有重要的事情要谈。 你也四处溜达一下吧。 余总,请。 陶小婷?你怎么在这儿出现了? 哎呀,正好,我找你好长时间了。 你不就请几天假吗? 这都多少天了? 你不要以为董事长帮你请的假。 你就可以不理我这个直属上司。 我最近正在考虑一个问题, 听说你之前是扫厕所的事吧? 我觉得那份工作很合适你啊。 汪总,从今天开始我正式成为了K.K.老师的造型助理。 所以辞职信我会稍后立马地给您成交上去。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是后勤部的一员, 也更不是欧诺的一员。 希望您别再对我指手画脚。 谢谢。 你辞职什么意思啊? 另外,冒昧一句,您今年应该有四十五了吧。 我怎么说话,我才三十五。 不好意思啊,因为的确看起来。 所以一个小小的建议,如果您要把眼镜摘掉的话, 应该会年轻最少五岁以上。 所以作为公司的高管, 是不是应该注意一下个人形象呢? 飞儿。 汪总。 那个,英树在吧? 在里面呢。 这是什么呀? 辞职信啊。 谁啊? 陶小婷啊。 你说这丫头,我没把她咔嚓, 她把我给咔嚓了。 有意思吧? 那你先忙。 嗯。 飞儿, 你觉得我把眼镜给摘了怎么样? 你摘下来我看看。 特别有活力,超级帅。 你也这么觉得啊? 嗯。 好,行。 那你先忙。 辞职信? 你要辞职啊? 对啊。 后勤部的陶小婷要辞职。 陶小婷? 对啊。 英树啊。 这就得问问你。 假使你给她请的吧? 所有人都等她上班。 一来了以后, 直接一封辞职信。 你说, 她这辞的职我也没有办法治的。 英树, 你去哪儿? 这个原因很不错, 还有个修复力的面霜。 KK老师。 这位呢, 是蓝萌孟老师。 她是咱们VIP的高级造型师。 老师好, 我是陶小婷。 是KK老师的助理。 你好, 小婷。 以后可以向我拦截。 造型上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来找我。 谢谢老师。 小婷, 我抓你要找疯了。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差点急死。 陶小婷啊, 我让你把用具摆出来,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对不起啊, KK老师。 你是哪位啊? 我是VIP的高级造型师。 陶小婷是我的助理。 既然是造型师, 造型之外的事情, 你就不用费心了。 医术, 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董事长, 我已经辞职了, 所以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去忙了。 你辞职了? 我不同意。 哪有你什么同意不同意的? 这世界上有辞不了的职吗? 陶小婷, 跟我来。 是。 董事长, 我。 你不是费尽心机 才当上我的助理的吗? 你的工作核心 应该在我的身上才对。 为什么GRACE 有事的时候你在? 陶小婷到VIP工作室的时候 你也在? 是, 我费尽心机。 但我只是想, 在你身边照顾你。 我累了。 今天是周五, 你可以下班了。 你出现在哪里都可以。 只要你不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KK可是你们八台大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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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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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适合我 你说什么呢 陶小婷 从来就是我KK能开人 没有人能开我KK的人 更不可能有人来开我KK 这样吧 我再给你一晚上时间 你好好考虑考虑 然后把你这话 好好组织组织 再重新告诉我 KK KK 小婷 你干嘛呀 人家为了你跟老板都撕了 什么情况 你为什么要出尔反尔 你不是说过 你不会再回欧诺 不会再见英叔吗 你对得起我 你个孩子吗 KK老师 我仔细地 怎么删除啊 这我自己的事你管得着吗 幸亏没发出去 我当然管得着了 作为欧诺的代理董事长 兼CEO KK老师是我们请来 为VIP服务的 所以她的一切决定 我们都会全力地配合 包括让你 当她的助手 我是答应你回深圳了 可我没答应你回欧诺 跟河河那儿还有我 卖不过去的坎儿 还是过不去啊 我真的很努力 已经在让自己重新振作了 可我真的不想让我姐难受 明天是周末啊 一起爬山去吧 看看美景 再做决定 陛下如何 为什么呀 没有为什么呀 你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不是这事就是那事 总是忙来忙去的 难得有时间一起爬爬山 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 再放松放松心情 好啊 对了 多带些衣服 没准要在山上过夜 周日再回来 过夜 有问题吗 好啊